FV的函数其实跟刚刚类似 只是说呢 我们一样插入函数 我们不是用公司 用插入函数 在财务里面 财务这个类别 我们前面好像没用到过 财务里面的话 其中有一个 叫做FV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每一个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 所以你 这边的话呢 其实有些东西 恐怕自己要再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里面大概就找到 其中有一个是FV 它会传回什么 根据周期固定支出 以及固定利率投资的未来值 所以它是Future Value 未来值 那至于里面的详细说明 当然有些细节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 点击进去 它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也可以让你大概知道 到底FV能够做什么 甚至呢 你在Google搜寻FV 也有很多的 专门是商科方面 方面的那个连结 也会提到一些 其实蛮详细 我之前好像记得 我有Google过 讲得非常的详细 这边有 OK 那里面的话 还有提到就是说 哪些是必要的 哪些是不必要的 前面三个 前面三个必要 后面两个是选择性 选择性的话呢 就是可有可无 然后其他还有像 Type 然后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FV按确定 第一个 它问你利率 那利率的话就年利率给它 第二个话是NPer 是期数 总共几期 那就是年 所以这个是利率 这个是年数 再来的话是 分期付款 要不要分期付款 没有的话 你就补零好了 好 然后 再来就是限值 你现在的话呢 因为你存在银行 所以你现在呢 它是从你的 这个应该是银行欠你的 所以你放在它那边 它欠你 所以记得就付数 付的 你不用挣的 因为你这个钱毕竟不在口袋里面 是在银行那边 OK 好 那 这个Type部分的话 它好像是什么 如果是1的话 表示期出给 0或省略表示期末 一般都是什么 期末嘛 所以就0或者省略嘛 我们用省略好了 OK 按确定 好 一样嘛 一年之后 有625块的利息 那向下填满一定错 为什么 因为要锁什么 B1 两个都锁 把三列锁起来 把A栏锁起来 再向下填满 打勾 向下填满 看一下 没问题 向右填满 应该也没问题 OK 做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呢 会跟什么 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 那用的是什么 FB的函数 这个函数 那当然类似财务方面的函数 非常多啦 它理解方法 就类似像我们刚刚这样 它只是说 我没办法据细米讲 不过你也不用死背 为什么 因为里面呢 它都会有 问你说你有什么条件 你给什么条件 然后呢 它会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那如果你有细节的不了解 函数说明看一下 再不了解 其实Google一下 网络上我发现都有啦 都有人提到 而且甚至有一些 比较偏商业方面的说明 商业理论的说明